谁不是从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过来的 满脸痘啊 然后皮肤状态非常差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 真的是慢慢慢慢才懂 原来做了我以下说的这几条 就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变好 如果你现在还是很年轻的话 你看到这个视频真的是 赚到少走很多弯路 第一点就是早睡早起 生活有规律 听到这儿就想快进了 是吧 太多人都跟你讲过了 我喜欢看人的精气神 如果你熬夜的话 非常的没精神 无精打采 那个气都是往下走 扎根子到尘埃里的那种 生活没有规律 比如说你睡到上午11点才起床的话 十天半个月吧 你的眼带就会比别人要大很多 纯粹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如果我前一天的工作特别的累 转天我可能就sleep in 我就是不想起床 就再睡一个翻身觉 我起来之后 就发现那两天我的眼带就变得特别大 一到我有那种工作是凌晨就要开工的 比如说五点半就要起床 连续几天那样的话 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眼带就消失了 越晚起眼带就越大 有规律的话呢 精气神是往上走的 而且你这眼带呢也会消失 与其你去买那种很贵的眼霜啊 去眼带啊 去狠眼圈啊 我觉得你也就不如给自己上一闹钟一个有规律的生活 那你平时买眼霜的就买基础保湿的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也经常听的就是 吃东西的时候要少油 少盐 少糖 少糖我就不说了啊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断糖五天身体的神气变化 断糖了之后呢 衰老速度会变慢 皮肤质量呢会变得越来越有弹性 而且呢也不会长痘 有人就说了 他说哎呀那你米饭吃不吃啊 我看你视频里面你还吃香蕉啊什么什么的 我说的这个糖哈 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巧克力啊 比如说可乐啊 然后罐装汽水啊 后边写了一个sugar 多少多少克 那个 那个我是记了的 至于你说这个水果里的糖 米饭里的糖 碳水化合物呢 我还是会吃一点的 一个拳头的米饭 然后就点菜啊什么的 水果呢我也是照常吃的 水果里糖分很高嘛 我基本上都是早餐 就把这一天所有的量的水果都吃完了 去超市买那种加工过的食品 什么干啊什么果啊 其实它都是用有盐的成分腌制的 盐吃的越多我们水排不出去 水肿就会体重就会增加 如果你少吃盐的东西 别的你看不出来 就是你脸啊不会太肿 油炸的东西吃了一多呢 我真的就会长闭口 百事百灵的 但是我也不会避免那种 完全带油的东西啊 那个油啊 表面上油吸下去 然后我再吃 就会看那个纸就会半透明了嘛 因为它都吸到那个纸上去了 这样子吃呢就会好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在家呢 是平时是自己做饭吃的 我要去外面点我平时做的东西呢 我就会觉得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 我就会觉得 就有种上当的感觉 我知道就是学生党 有的时候就会吃一些个方便面呀 即食的东西 我现在不吃了 但是我以前也吃了 但是我吃方便面是有一个技巧的 方便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 就这个酸啊这个钾啊 我也不是学化学的 我也不知道它对身体到底有多么大的伤害 但是当你饿的时候 方便面又很好吃 然后你就觉得说 偶尔吃一下没事 你还是会吃 按传统我们意义上 去做方便面那种步骤呢 我吃了那个方便面 我当天就会胃痛 然后转天就会在鼻子上和脑门上 会长那种肌底很厚的那种豆 又拱又拱不出来 然后上面就是红红的 就感觉那种上火了一样 我就试过这个方法 把水呢烧开 一个面饼放进去 然后让它煮 煮完了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沸汤倒掉 这个沸汤就是这种金黄色的 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用水冲干净 冰的开水呢 倒在里面重新煮 然后再加酱料 因为酱料确实是味比较足嘛 所以我就会都加进去 这样子吃 我转天就不会有豆 而且我当时不会胃痛 当然了这只是适用于我啊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面饼里面 到加工的时候放了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 真是一个生活的分享 比如养好皮肤 还有一个就是吃这个食物原本的样子 比如说你吃蛋就吃个水煮蛋 你吃牛油果你就别买牛油果干吃 因为它里面加工的时候会放很多盐 你就切个牛油果就这么吃 或者你觉得太难吃 你就跟一个香蕉搅拌着 就是吃这个食物原本的样子 确实是帮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 正当的补水 人家不是说啊一天喝八杯水 多少毫升什么什么的一天 我单听这个说法 我就觉得压力好大 我本来事就够多的了 我还得记着喝多少水 我呢其实是有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喝水的秘诀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做广告 这不是一个广告啊 喝水这个杯子非常的重要 这种杯子喝水的话 你一天肯定喝不多的 就是看见杯子好看就能激起我喝水的欲望 买了之后我真的就用它早上喝一杯咖啡 然后一天我都不会碰它 这个杯子呢是玻璃瓶的 然后是一升 我每次就拿一个不锈钢的吸管就放进去 然后我就把水放满了 我就没事我就抱着它喝 你也看不到里头到底喝了多少 而且它很重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喝完 所以你就一直喝一直喝 它一会儿就喝完了 在看视频的你家里有你喜欢的杯子 而且它是不要少于800毫升一升这样子吧 你就灌一瓶你就喝一天 这个杯子呢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杯子呢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是比较喜欢收集杯子的 如果你根本就不喜欢水 那个味儿就水就寡淡无趣 你就是很讨厌喝水的话 那我就推荐你啊 放点这个东西 VC的这个 米袋粉放进去 也不用搅拌 它自己就能化开 你可别看了我视频就去下了一个单 然后一天就喝八升的水 然后最后喝了一个肾衰竭 然后水中毒 你可不要来找我 我并没有让你那么喝 我只是说适量 你说啊 我不仅喝水 我还有那种喷雾 我觉得啊 so refreshing那种 我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皮肤科院士吗 特意咨询过他 我说可不可以去喷 他说没有用 就是你想喷你就喷 但是没有什么补水的用处 他说这就是一个噱头 我喷完之后我真的越喷越干 如果你给树浇水 你一定要从树根那开始浇 如果你用那个喷壶树叶上浇 其实它只让这个树叶看起来很干净而已 你还是要把这个水从这个根里头 让它吸收上去 然后蹦到这个树叶上去 我觉得它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 你可以敷敷面膜 但是你不要保湿喷雾 没有什么用 但如果你已经有你用了很多年的保湿喷雾 你觉得非常管用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的话 那你就继续用 下一个呢就是减少面部表情 杜鹃就是一个超模 有人还说我长得跟他特别像 我特别喜欢他 但是呢我自从看了他的这个专访 我觉得我跟他一点都不像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面部表情特别多 特别丰富 他坐在那的时候 一点面部表情都没有 就是宠辱不惊 就说话他好像眉毛从来都不动 然后脑门也不动 然后嘴巴也不动 笑呢就是腼腆的就是笑一下 经常是开怀大笑的话 我们法令纹就会比不笑的人要深 这样子涂睫毛膏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在锻炼 我们额头上和皱纹 压着点你的上眼皮 就是这样子擦 尽量让你这个上半边的这个眉毛这边啊 就是放松下来 有一些人就是喜怒哀乐 就是表情就表达了 比如说不喜欢就 就这 木偶文跟法令文就全出来了 下一个呢就是说反地心引力 也就是说你每次在洗脸呀 擦面霜的时候啊 都要轻轻的做一个按摩 然后从下往上来这个涂抹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往下 我老公就是往下 我每次看到他擦脸油的时候 我都是惊心动魄 心惊战的 你就顺着你这个jaw line 直接往上推 然后到耳朵下面 然后往下 然后跟着你的淋巴往下撸 每天做的这个动作就很舒服 可以排水肿 而且外面会卖那种石头的那种刮沙的东西 在Amazon上买的 这个是Sephora一个小的 专门是按摩这个眼下的 这个就是往上 我就是一个血液循环吧 你看它这个形状 它可以跟着你的旋骨这样子往上推 轻轻的 但这个属于刮沙 你千万别刮出血来 你觉得啊 那你就是偏离的主题了 这个要花钱了 那你就可以用手 也是可以的 下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卸妆要干净 岁数大的人就看到我们年轻人化妆 他们就觉得说 哎呀很伤皮肤的 化妆品不好啊 会吸收啊 是什么的 如果你天天化浓妆 带着妆睡觉 你不仅皮肤会变差 而且它会黑色素沉淀 你还会长黑眼圈 日积月累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差 甚至让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但是就是每天的小淡妆 然后你每天睡觉之前卸得很干净的话 化妆品是根本不会伤皮肤的 那我卸我就要卸得很彻底 我先用卸妆油 再用一层洗面奶 洗脸刷来洗 再来一个磨砂膏 你再这么连续几个星期 你就会变成一个敏感性的肤质 皮肤的屏障搞坏了 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说我卸得很干净啊 那是因为你过度清洁 下一个呢就是护肤品呢 要理性的消费 就不要擦太多了 因为它每一个护肤品的后面的这个成分呢 都有20到40种50种 擦了一层水 擦了一层精华 擦了一层乳 擦了一层cream 每一个产品都有40种含量的话 你想想你擦了四层 那就是160种 乳啊水啊这种东西 多多少少都会含一点点防腐剂的 这种水挤在手上适量 轻轻扑在脸上就可以了 有的人非得用这个海绵 给它湿敷 本来乘以1的用量 它非得乘以10 然后后面叠加好多个护肤品 我用两种水 我用三种精华 我用四种霜 我觉得没有必要 可能把一些个不好的东西 液会吸收在你的身体里 我高中的时候是自己剪的刘海 那是夏天 我这脑门整一片 都是那种像月球表面的一样的痘 是十四五岁刚来加拿大 我也不懂 反正我就后来把头发留长了 然后就输到后边去了 这个痘自己就没了 出汗啊不透气啊 可能我经常用手撩我的刘海啊 我也没洗手 后来呢我就再也没有留过刘海 中分然后把头发两边就这样 把脸就盖住的话呢 我两颊就会长痘 一天洗一次头还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它不透气 荷尔蒙旺盛吧 我自从就输了马尾之后 它自己就退下去了 手机啊 这个地方每天都要消毒 用这个消毒纸巾 你转天早上还 你开的那个水肯定是凉的 肯定放了会儿凉水 我每次就用那个水来洗脸 如果你用这个习惯的话呢 非常的紧致 而且你的毛孔会变小 那如果说你那个月月经 你就是不想碰凉水 那你就要用温水 但是你千万不要用热水 我就感觉毛孔都打开了 它打开了呢 那你又没给它合上 那它就一直开着 然后适当的排毒 就是适当的出点汗 在家里做点运动 拿个瑜伽垫 对着镜子放点音乐 然后就会做一些个 局部塑形的动作 做个大概十分钟吧 我就会出很多的汗 我马上就出了高原红 整个这个脸状态 就特别的饱满 感觉这个气都是往上走的 懒的时候呢 我就会泡一个热水澡 皮肤状态啊 各个方面特别的好 特别的滑 每一天或者每两天 你都要保持出点汗 那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点了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防晒 我之前请那个医生来 做了一期视频 是关于这个防晒的 大家呢 如果没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普及了很多个知识 太阳光呢 平时会送到地面上 三种光 UVA UVB和UVC 说到我们身上呢 就是UVA和UVB 其中的UVA呢 它会导致我们的皮肤 快狠准的走向衰老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看我那个视频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内容了 我以前的视频 每个视频 从录到剪到上传 一共要花8到10个小时 我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花20个小时 来做一个视频 还是比较累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做这件事 因为我一想到 有人给我留言 然后有人给我订阅 然后我觉得 哎呀 就不知道哪来的 就是一股劲儿啊 来激励着我继续做视频 你的订阅和你的点赞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